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次的TensorFlow视频教学当中 这一次呢估计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教学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松呢 如果你对整个这一套视频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提出 或者是对我有任何的改进建议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提出 还有就是呢 如果 我可能会继续往后面加其他的练习 可能会包括RN 也就是关于文字处理的这方面 但是我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还要继续的学习才能知道 估计那个会像CNN一样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可能不会继续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用 机器学习或者是TensorFlow做出一些什么东西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提出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意见 我可能会尝试把你的这些想法做出来 那我们还是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教程吧 其实今天的很容易 就是怎么样保存和提取嘛 那我们首先就是 import TensorFlow stf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会用 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个 用到这个 其实我们不用用到Numpad 我们可以用TensorFlow代替 因为TensorFlow有 有关于Numpad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save to your file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训练好的一个Weights和Bias 比如说就像这样一样 Variable 比如说它是一个两行三列的Weights 一二三 再来一行 三四五 五 这样 在你保存和训练当中呢 你特别要注意的是呢 你的Weights 你要给它 最好是你要给它定义一下DType 等于tf.flot32 还是以flot32的形式 因为flot32呢 是TensorFlow当中用的最广的 或者是它 基本上只能支持flot32 就是实在的 然后Name呢 随便你定义不定义 Weights 同样 诶 少了一个括号吗 啊 这边少了一个括号 同样 BIOS tf.variable 比如说一 三 然后DType 一定要注意这个 我刚刚试的时候呢 就是DType这边有错误 因为一二三呢 它其实是一个int 它是一个整数型的 然后我 我 Restore的时候呢 我 重新载入这个 Weights 和BIOS的时候呢 它这个DType 就跟我报错误 我找了一下 找了一些时候 才知道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没有定义这个DType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要initial 跟我们之前创建神经网络是一样的 嗯 嗯 Initial Light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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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我们在initial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SAVER 叫TensorFlow的SAVER 也就是我们是用这个东西呢 它来去存储我们的各种变量 TF.tran save with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session session let's session 用这个session run一下我们的initial 然后 最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保存的这一步了 叫做save 它会 它保存了以后呢 会返回你一个值 叫 我们把这个值呢 存在save path当中 save.save 之后我们 这个reload的时候呢 restore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词呢 换成restore 其他的步骤都会差不多 其他的步骤都会差不多 session 然后我们保存的是整个session里面的东西 会保存到我们的 呃 我这边创了一个文件夹叫mynet 然后呢 在mynet下面的save 它保存的一个格式呢 你可以自己把它定义 定义成这种ckpt的后缀 因为它官方的网站上面是这么介绍的 所以我就用ckpt kpt 那好 我们可以保存完了以后呢 print出来我们的 呃 save to pass 我们保存到哪去了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 呃 pass呢 打印出来 好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你看它成功的保存到了我的这个 这个mynet文件夹当中的save netckpt 那我们查看一下 大家在之前一定要先定义这个文件夹 我在 因为我的这个python的文件呢 是跟它同一个目录的 所以它就直接保存到我的这个local的一个目录当中 本地的目录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所有保存的这些 关于我的变量的这一些文件 那好 我们再看它如何去提取出来 我们把这一个comment掉 啊 我这边写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 remember to define the same d type and d type and shape stip when restore ok 就是说呢 我们在restore的时候呢 这一个的形状不一定数字是一样 但它的形状shape呢一定要是一样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d type呢也一定要是一样的 才能把它这样子导到我这个空的框架当中来 所以我们开始这边comment掉 restoreNetwork 或者是restoreVariable 它没有完全的restore我的这个 这个Network 但是我的Variable它是保存的Variable 所以它提取出来的时候 它就用的是存到我的Variable当中 我整个神经网络的框架还是要重新定义 这是特别纠结的一点 所以呢 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redefine redefine the same shape and same type for your variables for your variables 就是说呢 一定要是跟我上面的这个shape 和我上面的这个type一模一样 才能正确的导入 那开始吧 我们就先定义一个空的框架 就是没有意义的框架 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去取值 variable tf.0 比如说是 算了我还是用那个numpi好的 我觉得numpi会容易一点 importnumpi as mp 你看用numpi的话呢 我可以用这一句话叫做mp.arrange 然后因为它有六个数字 所以呢我就六 然后再reshape一下就ok了 reshape 啊 two rows and three columns 最后呢 我再定义它的dtype 啊 dtype tf.float 我们也定义它的nam好了 我们的bias跟它是类似的 所以我把它copy bias 3 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是flo3r的形式 它的名字叫bias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空的框架 它其实没有用 我们只是要把我们load过来的 变量放到我们框架当中去 在restore的时候 我们不用定义这个initial Do not need initial step 我们不用定义这个initial 因为它restore的时候 好像就自动把我initial掉了 然后只要定义这个save tf.tran.save 它还是用这个save呢 来提取出我的文件 tf.session session 最后呢 我们因为没有定义这个initial 所以我们不用initial 然后直接去提取它 save.restore 对 restore session 同样是session 然后我们的这个保存的地址呢 我们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copy它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print出来 我们的这个waits 它保存了以后呢 它就去找我这个 这个同样的名字 同样的这个标识的这个waits 然后它就保存到我的waits当中 然后session.run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w的参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这个bias的参数 好 我们就开始运行一下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保存的 它打印出来123 345 bias123 它不是123456 这个东西 它是12335 也就是呢 也就是我们这边定义的123 345 那好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 最后需要再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tensorFlow呢 它现在只能保存我们的variable 它现在还不能保存我们整个的神经网络框架 所以呢 你需要重新定义一遍你的这个框架 然后再把我的variable重新放进来继续学习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提出 如果你想看到我用tensorFlow做另外的东西呢 那我可以 你也可以在下面提出 然后我可能会去想一下如何做 或者是实际上的做出来它 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段教学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 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快乐